飞梯把手机踹飞 法治社会竟有如此嚣张之人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的不敢相信 那么事情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眼前的女子便是受害者陈女士 她表示自己和男友通过努力 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新房 然而当他们打算装修时 却被一堆垃圾担物进城 原因是垃圾厂已经爆满 目前禁止扔任何垃圾 对此情侣俩难以接受 他们业主明明缴纳了垃圾清运费 总计下来有3000多元 然而物业却光收钱不办事 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轻运车 全部堵在了垃圾厂门口 物业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后 理都不理就潇洒离去 陈女士期间三股茅庐 请求负责人出面解决 怎料对方却是个不负责的负责人 好几个月过去了 始终把陈女士的话当作放屁 情侣俩忍无可忍 决定去物业讨个说法 结果却还遭到疯狂围殴 只一要求物业清理垃圾 物业却100个不愿意 甚至面对业主的理论 竟还直接动起了手脚 直言再敢让他们清垃圾 他们就敢把业主像垃圾一样清出去 然而对于铁证如山的监控 工作人员却倒打一耙 表示是陈女士伙同其丈夫 辱骂他们在先 而且实现动手 他们出于防卫 这才对两人下了狠手 对此陈女士直呼冤枉 表示物业巧妙御用监控死角 以此来诬陷她和丈夫 而事实则是 工作人员事先推了自己 当时监控虽然没有录下 但可以看到 陈女士丈夫上一秒 还正在和工作人员交谈 下一秒就冲了上去 说明当时她见到妻子被打后 为了保护妻子 这才做出如此反应 如果不是用手机 录制了一段视频 说不定还真的会让物业 颠倒黑白 那么是已至此 物业又该如何解释呢 业主遭到物业人员 惨无人道的殴打 其因只是因为业主提出 让他们物业清理垃圾 可业主交着物业费和卫生费 不就是让物业好好服务业主的吗 然而这帮无耻之徒 不服务业主就算了 甚至还围殴业主 随后竟还放下狠话 表示再敢没事找事 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为此陈女士夫妇苦不堪言 而小区的其他业主 虽然没被打 但他们同样对物业怀恨在心 业主们本想购买车位 结果遭到物业拒绝 最后他们才发现 这些车位都被他们卖给了别人 估计挣了几十万不止 而他们的恶行不止如此 甚至还违反规定 在消防通道安装收费充电桩 只为让本小区和其他的小区的人 都来这个地方充电 因此还能猛赚一笔 可如果发生火灾 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物业简直是拿业主的生命开玩笑 调解员对此也听不下去了 决定将此事曝光 这下物业负责人终于开始负责了 监视向被打者道了歉 随后表示会对小区进行整改 并对工作人员加强培训 事情这才得以解决 那么对于物业的做法 你们又有何看法呢 一个月就挣个两三千块钱就拿着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好兄弟 以各种理由借钱 四年累计一万多块钱 到目前仅仅还了一千块钱 残疾小伙修车赚钱 为了意气将积蓄全部借给好兄弟 然而要钱时却变成了孙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这个便是小伙的姐姐 他称自己的弟弟从小患有小儿麻痹 本身行动就非常不方便 为了能够养活自己 他还专门选择学习了一门修车的技术 我弟的话 他是四个月左右的时候 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国家认定为伤残四级 这个孩子呢 不愿意拖累家人 自己的话辛苦学手艺 开了一个修理铺 维持他的一个生活开支 王女士的弟弟 确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男人 即便在苦在泪 他在修车的时候也没有抱怨过 因为时间比较赶 所以绝大多数的修车时间 都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期 但是收益也不算是特别的可观 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在 2000至3000块钱左右 之前在修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好兄弟 这个男人和他的关系特别的好 而且也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找王女士的弟弟借钱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前前后后总共从弟弟这边 借了一万多块钱 可是仅仅只还了1000多元 而且每次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比如说没有钱吃饭了 或者说是要请别人喝酒差一点点 或者是因为没钱买衣服 每次都是来者不拒 王女士的弟弟觉得 这个兄弟是自己的好朋友 也不好意思拒绝 再加上自己心肠本来就特别软 所以一来二去 最终还是被王女士给知道了 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弟弟讨一个说法 那么对方是否愿意 还王女士弟弟钱呢 一个月也就挣个两三千块钱就拿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好兄弟 以各种理由 借钱四年累计一万多块钱 到目前仅仅还了1000块钱 残疾小伙将所有积蓄借给好兄弟 没想到真心却没能换真情 所谓的好兄弟竟当起了老赖 王女士称自己的弟弟之所以和这个男人玩的特别的好 就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嘴巴特别的甜 不仅仅把王女士的弟弟哄得团团转 而且还把王女士和他的父亲也哄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大家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这个男人是这样子的男人 他这个人的话就是嘴比较甜吧 我叫得跟亲妹妹一样 甚至一度管我爸叫干爹的这种情况 你说怎能让人不相信他 原本王女士的弟弟是没准备把这些钱要回来 但是后来因为要交房租 自己手上的钱也挣得不够了 所以才向那个男人要回自己的钱财 可是对方根本就不愿意给 王女士认为 对方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自己弟弟未来的生活 是践踏弟弟善良的一种做法 本身赚钱就已经非常不容易 目前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 一万块钱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收入而已 但是这一笔钱 王女士的弟弟足足散了有半年之久 王女士试图联系那个男人 可是对方已经把王女士 以及他弟弟的电话号码都已经拉黑了 那么他们能否找到对方呢 又能否从对方的手上要回自己的钱 王女士的弟弟好心把钱借给自己的好兄弟 虽然每一次都是几百块钱 但是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达到了一万多 现在想要要回那些钱 可是对方却把他们的电话给拉黑 自从管他要钱 每次给他打电话都是正在通话中 我怀疑他已经把我们的电话给拉黑了 无奈之下 记者带着王女士一起来到了对方的家里面 当他们来到对方家门口的时候 对方不在 但是他的哥哥在现场 哥哥也知道自己弟弟的行为是非常过分的 于是要求和王女士单独协商一下 王女士以及对方的哥哥一起到楼下进行了一番沟通 最终给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对方确认自己确实是有借了一半多 而且也愿意把这些钱全部都偿还给王女士 他们签署一个借款合同 在15天的时间里面将所有的钱财一定完善 看到事情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王女士也非常的激动 他终于能够为自己的弟弟讨一个说法了 他特别感谢社区和工作人员 就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 所以才能够让事情如此顺利的落实 也希望对方能够在约定的时间里面履行合同的义务 不要再让王女士和他的弟弟心寒了 那么你们有这样的朋友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